澎湖的打卡熱點你去過哪些呢 想拍到各種充滿特色的風景 有個非常重要的細節你知道嗎 出發前讓了規劃好這件事情 很有可能就會白跑一趟喔 這邊盡量在 中間來 不然就比它橋墩露出來拍起來 橋墩沒有這麼白這麼漂亮 當然這次除了藍天大海 最理宿還特別找了充滿特色的 閩南人文景觀 時尚設施等超好拍的打卡景點 也會整理在影片中推薦給大家 想要在澎湖留下美好照片 就千萬不要錯過 快點訂閱最理宿 跟著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澎湖其實也有很多網美必放的 現代打卡景點 第一個就是位於澎湖三號港二 樓樓的威士忌 101 雪莉桶不名思義 這個桶子之前是裝雪莉桶 這邊就是專門製作香氣桶的工具 不只可以讓遊客更瞭解 威士忌背後的故事 還能夠從嗅覺 味覺上體驗品嘗各種不同香氣層次的威士忌 這裡的場景可以說是縮小版的釀酒廠 充滿歐式酒莊風情的展場陳設空間 很多角落都非常適合拍出打卡美照 照個你喜歡的角落 留下一張微醺的照片吧 位於三號港旁的澎城 是我們這次在澎湖住宿的飯店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這裡宿澎城飯店的開箱影片喔 在澎城七樓的無邊際泳池 可以看到池水連接著馬公港 遺忘無際的景色 是來澎湖住宿 絕對不能錯過的打卡景點 除了時尚設施 澎湖的閩南人文景觀也很豐富 保留完整的古厝、聚落和老街 讓你能輕鬆拍出復古美照 就讓我們接著來到 位於澎湖馬公市中心的中央老街 中央老街是澎湖發展歷史上 最悠久的一條街 距今約有四百年左右的歷史 古老石、羊樓等建築 威出了狹窄歪年的街道 穿梭期間 可以發現許多驚喜 這樣子水也太乾淨了 不少特色小店隱身其中外 還能吃到充滿古早味的在地小吃 老街總長度不長 但因為建築都保留了原本的樣貌 所以充滿歷史的韻味 就在這裡留下幾張復古懷舊的照片吧 同樣是老街、聚落 位於西宇鄉的二坎聚落 呈現了與中央老街截然不同的樣貌 走在這裡 每棟遇到的老屋 都有可能是 已有數百年歷史的博物館 出處可見以當地的孤老石、玄武岩、迷索、焦紙桃、書畫彩繪等傳統建築裝飾 每個角落都能感受到從過去留下的繁華風光 所以在這裡不管你是走在街道上 過進到店內遲遲逛逛 隨便一拍 都是一張張有著濃濃閩南海島風情的美照 來到澎湖 怎麼能少了以藍天大海為背景的照片呢 不過要前往以海洋景觀為主的打卡景點 非常重要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潮汐時間 可能盡量在漲潮跟退潮中間來 不然就底下橋墩露出來拍起來 橋就沒有這麼白這麼漂亮 它在那條海裡也很純粹 在上面拿去 快點再來喔 我們還要再等再退潮 好熱喔 我有辦法走上海島 有些景點適合在漲潮時間前往 才能拍出完美的海景 有些景點則只有退潮時間 才能夠下去到海上走走比較安全 走吧 所以我們以漲退潮 整理了在不同時間點適合前往的打卡熱點 跟著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黏黏潔白的橋增 坐落在海平宴上 點綴上兩端低分離綠的涼亭 十分夢幻 我怕那麼重 水潮好酷喔 不要爬了喔 一定要記得在漲潮時間前往 退潮後就會露出大片潮尖帶 可能無法拍到喜歡的照片 好 準備喔 我們在小池角停留時間不久 但這裡非常適合一座橋上 趁著白色的橋生取景 接著我們走進位於白沙鄉的一處沙灘鏡頭 這裡原本是廢棄的堤防 但趁著澎湖的碧藍大海 彷彿一條直通海平線鏡頭的天堂路 這裡退潮後堤防兩側的礁石會露出來 想拍出天堂路的感覺就會不太容易 所以記得掌握好潮汐時間走上堤防 拍一張海天一線的美照吧 這邊就是非常知名的景點 摩西分海 然後你可以看到前面就是滿滿的人潮 多人啊 沒有位置給我們 我們這樣有這樣 我們找一個可以看的位置 一位籃球 對 現在是正在退潮的時間 然後大家如果真的很想要拍的話 可以下次早點來 除了是可以卡位拍摩西分海 你可以早點下去 就可以拍到比較空的摩西分海 因為每天的風向和海向不一定 所以要看摩西分海 沒有固定的等候時間 平均約許等候十分鐘到一個半小時不等 我又可以很想要等一下 我才是第一個走 就是要臉皮厚一點 像昨天的歐巴士一樣 長退潮間可以看到蜿蜒的海中道路 逐漸浮現 一路通往對岸的小島嶼 就是要臉皮厚一點 像昨天的歐巴士一樣 就是要臉皮厚一點 直接走天 快速到嗎 不能脫鞋啦 危險啦 亂脫鞋 如果鞋子也亂走耶 亂背鞋怎麼辦 好不然都脫中啊 好麻煩喔 臭臭臭臥 這腳不開 這哪個腳要走 退潮後就可以走下沙灘 漫步在海中道路 清淨乾淨透徹的海水 近距離地觀察潮間帶生態 並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留下一張合影 我的腳都按動了 不過很可惜的是 遊客真的很多很多 要拍到一張好照片 就只能自己調整角度 避開人群啦 想要跟壯觀的玄武岩 來張合照 可以選擇這裡 一條條長長的玄武岩 像是瀑布一樣聳立 形成壯觀的特色地景 想靠近岩鋪拍張照的話 可以從下方的岩石過去 不過千萬要小心 地上鬆動的碎石 安全第一 欸 你看 有 有 走下去了 除了拍攝玄武岩景觀外 就在旁邊 也有一處最近爆紅的必拍打卡景點 原本是一座廢棄的酒控養殖場 但因為特殊的網格狀結構 與堤防和大海形成層次感豐富的有趣景觀 只有在退潮時間來到這裡 才可以走到海面上拍幾張照片 但一樣要注意腳下的碎石和濕滑的提到喔 另外也有一些景點是我們到了現場 卻發現其實沒有那麼好拍 而沒有留下照片 像是池溪虎木戶的擔心石戶 如果沒有空拍機 其實很難拍出擔心的形狀 加上從岸上走過去的角程很遠 所以有點懶惰的我們 當場就決定掉頭放棄 還有位於白沙鄉的桐梁榕園 老榕樹綿延參天氛圍很好 但可惜我們找不到適合拍出網美感的角度 如果你成功拍出來了 歡迎跟我們分享 不過旁邊的仙人掌兵非常推薦 來澎湖玩 一定要繞過來吃一隻 最禮宿這趟澎湖之旅 我們品嘗了澎湖在地美食 參加了花火節開幕 和在各個熱門景點留下打卡照片 澎湖的相關攻略影片 全部都整理在介紹欄給大家 每一集都是精華一定要看完 如果以上整理推薦 還有什麼漏掉的景點 也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們喔 之後最禮宿也會繼續幫大家 開箱各個飯店和旅遊推薦 不想錯過 現在就趕快訂閱起來吧